以莫得变身诺亚的能力 在大宇宙黑暗与光明之间进行人道主义拯救 如今真木金木被黑暗吞噬 与扎机融为一体 满足一切诺亚登场条件 在蓝色青年形态下 TPC众人都惊呆了 但Nexus又一次发生变化了 而扎机的眼里露出不可思议 真木金木也反应过来 体内的超古代血液开始熊熊燃烧 我倒要看看 你这蓝色的刮娃子 到底有的话为说完 Nexus已经顺移至他面前 砰 一拳之下 真木金木被打飞数千米远 咳嗽咳嗽咳嗽 我才是最强的 只有我才能引领人类走向化 戛然而止 真木金木失去了全部意识 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黑暗炸机 Nexus是是见到老熟人般 没有犹豫 终极光剑风暴 全场震步 杠Nexus的必杀 即便是击二再零 也得化作份子 但却被扎基轻而易举的挡下 光之空间内 你有点着急 诺亚大佬 你还在玩耍吗 赶紧灭他呀的 可眼前的诺亚没有说话 微微一摆手 在外的Nexus又摆出光剑风暴的起手势 扎基笑了 同样的招式 给我挠痒吗 火音刚落 他看到了无数光剑 没错 是无数的光剑朝他射来 每一发都跟刚才一样的威力 扎基震惊 紧忙换出护盾抵挡 可Nexus根本不带停 光剑风暴愣是被他玩成了王子战法 打得扎基狼狈不堪 几个笑 伴随着一声怒吼 扎基身上爆发出冲天的暗能量 整个地球迄今为止的所有绝望 瞬间被他吸收 重力射线 Nexus急忙用奥特护盾抵挡 但这可不是一般的光线 是汇聚了地球所有绝望之力的必杀 眼看Nexus要支撑不住时 下方有个小孩炮 出来 奥特曼 甘把吓 扎基急忙打断施法 小孩被怒吼震晕过去 看得你都懵圈了 这扎基 是看过剧本来的 不然怎么会打断施法 就在这时 扎基继续加重射线 奥特屏障已经开始有裂痕了 你急得不行 大佬 您是不是力量不够啊 再这么下去 我们都得话为说完 诺亚朝你摆了摆手指 别紧张 我逗他玩的 下一瞬 Nexus冻了 举着光盾顶着光线 朝扎基冲去 明明我已经打断了小孩子喊干巴的 怎么正向着 Nexus已经怼到脸上 单手回拳打断了扎基的技能 接着抡起光盾 左一下右一下 打的扎基是毫无还手之力 我是谁 我在哪 为什么Nexus会这样打 还没完 Nexus将光盾折成对半 插进了扎基的两个腰子上 痛 实在是太痛了 这就是你们奥特战士的作战方式吗 反观你都快笑疯了 诺亚大佬真溜 这种招式我可想不出来 要么换我去打打 刚说完 你发现空间里充满着光能量 MASAKA 没错 在外的Nexus原地成神 身上散发出无尽的荧光 扎基荒了 它是真的荒了 怎么回事 原来跟我打的真的是诺亚吗 要不要开那么大的玩笑啊 下一秒 诺亚冲到他面前 进一拳 火花炸裂 打得扎基是苦不堪言 没等他反应 诺亚闪电准备就绪 扎基走得很安详 他连痛都没体会到 就化作了分子买至原子 光之空间内 你无语至极 大佬 你刚为什么不直接射到南太平洋去 顺便搞死那只鹦鹉罗 哥不至于 真不至于 我浑身上下没一点是机械的 诺亚没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你 得 大佬我换个话题 你这次过来 会对时空造成什么影响吗 诺亚摇摇头 这是我从行星巴贝鲁那截取的分身 未来某奥会少个机缘罢了 难怪当初利捕头灭灯了 你都没给装备 诺亚想了想 拿出三枚光明种子 来都来了 给你点好 东西 在合适的机会下 给那三个黑暗战士 治愈迪迦 他身上都是光 用不着 说吧 化作光粒子消散 地面上 黑暗三人组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达拉姆率先打破沉默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底气 刚那个银色巨人 我感觉一根手指头 就能灭了我们三 希特拉点点头 没错 以后那个瑟斯就是我义父 回去台词我都想好了 公若不弃 愿败为义父 丝话一出 把卡蜜拉都给吓到了 这就是敏军战士希特拉 怎么看起来跟个吕布一样 达拉姆无奈 被落榜美术生同名的存在 无法用常理来衡量 接下来几天里 通过TPC会议决定 南云参谋入狱二十年 郑木静无终身监禁 唯独丹后博士 判处死刑 反复执行 其他几人听到这消息都各种反抗 唯独郑木静无 还沉浸在诺亚闪电机中的快感中 宇宙中 马奇纳正在寻找公主沙迹 本来已经锁定了地球方向 准备进发的那天 就看到一道超绝闪电从地球射出 那威力 至少爆星级别 当场大消了念头 地球那么恐怖 公主殿下一定不在那 嗯 一定不在 可没过多久 一道璀璨的光芒自地球亮起 马奇纳惊了 我灶 公主殿下真在地球啊 怎么办怎么办 去的话会不会被打死 但公主殿下又不能不管 一时间 马奇纳待在月球不停晃动 完全下不了主意 地球上 你询问起沙迹 不是说发射这个东西 马奇纳就会来接你吗 怎么还没来 沙迹也很疑惑 对啊 怎么回事啊 原来 在处理完正目静无后 大谷发现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乱晃 当即将其抓回TPC 李衍认出是公主沙迹 也不是什么坏人 所以帮助他返回故乡 却在发射完信息后 根本无数到来 就在众人都懵批之时 宇宙开发局的工作人员传来信息 卫星拍到有只怪兽 在地球背面鬼鬼祟祟 沙迹一看 马奇纳 是我家马奇纳 可他为什么不来地球接我回家 于是乎大谷单独驾驶凤凰号 带着沙迹来到月球 马奇纳一感应 公主居然在那个飞船里 难道是被绑架了 大谷无语 掏出神光棒 沙迹公主请帮我保守秘密 马奇纳一惊 奥特曼 难道是奥特曼绑架了公主 请个笑 纵十五神行俱灭 也要救公主与水火 大命来 一分钟后 大谷将马奇纳摁在月球表面 现在愿意听我讲话了吗 愿意愿意 马奇纳是真的欲哭无泪 在一番友好交流下 终于明白奥特曼不是敌人 是把公主送回来的好音 最后他带着沙迹公主离去 并与TPC建立了友好的关联 几天后 你与星城走在路上 地震来袭 一只白色的脚从地底钻出 快疏散人群 那是怪兽 忽然 一根触手从地底钻出 拴住了一个小男孩往下面拖去 救命啊 星城急忙抓住他的胳膊 然 那可是怪兽捆绑 别说胜利队了 就算是美队来了 也不好使 孩子很快就被拖走 星城那个恨啊 几个小 掏出胜利害怕强 拼命朝地下攻击 第一个逼斗抽下去 冷静 冷静 你看你现在像个无能的梦夫 根本不是胜利队队员 这下星城算是冷静下来 先去疏散人群 没多久 怪兽嘎地从地底钻出 睡了那么多年 是时候该活动活动筋骨了 你笑了 看来这位爷睡太香 都不知道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所以掏出净化信赖者 XX 正当你想大杀四方时 发现嘎地的触手 还在不断攻击逃跑的人类 好好好 本来这技能是留给德拉斯之流 今天先让你尝尝先 下一秒 你转换为准克红 单手朝天空一挥 红色光芒覆盖全场 没他领域 别名 省钱领域 破败的场景十分节省剧组经费 嘎地看了眼四周 感觉怪怪的 刚我不是在游乐场吗 怎么正想着 你已经越至空中 一脚踢断了他的脚 顿时心情莫名舒坦 然后一发层叠风暴收尾 全程嘎地没有任何反抗余地 数日后 大姑偶遇真有美 八卦其他与丽娜的关系 实不相瞒 我与丽娜刚刚在一起没多久 大姑舔着脸有点不好意思 真有美郁闷 奇怪 那为什么我听说丽娜在海洋馆 有个男朋友呢 死言一出 大姑愣住了 我成小三了 真有美也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对不起对不起 可能只是摇眼 大姑气急败坏 每天趁丽娜下班后尾随 果不其然 一周七天里 丽娜有三天是去海洋馆 有时候还过夜 顿时大姑感觉自己的头 顶着一片青青草原 而你发现这小子最近失魂落魄的 就找他谈谈心 啊哈 丽娜绿了你 大姑点点头 是的副队长 你说他都有男朋友了 干嘛要招惹我啊 你无语至极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丽娜的男朋友是一只海豚 你个白痴 啊 苍天啊 我连个海豚都比不过吗 你也懒得解释 现在大姑脑子都是江湖 不如以后让他自己醒悟 所以来到黑暗三人组呢 刚进门 希特拉大喊 义父你来了 啊 这一天天的 就没个正常人吗